娱乐圈里有很多的明星情侣 大多都是因戏生情 慢慢地走到一起的 但娱乐圈的诱惑太多 能够十年如一日的恩赖 成为模范夫妻的却是很少 而罗靖和唐嫣就是因戏结缘走到了一起 如今依旧是非常恩爱的一对 2018年10月28日 唐嫣和罗靖在社交平台发了一组九宫格的婚纱照和结婚证 告诉所有人他们成为了彼此最亲近的人 结婚后的唐嫣每次谈到罗靖的时候总是一脸的幸福 虽然他们的事业都很忙 可是每次见面罗靖总是会陪着唐嫣做她喜欢的事情 2020年让唐嫣和罗靖期待的宝贝终于降生 这可高兴坏了一对父母 但是更多的还是不知所措 为了让唐嫣更好的恢复 罗靖只要在家就会承担起照顾宝宝的责任 而唐嫣在一次综艺节目中 也跟观众们分享了两人的经历 她说孩子刚出生时 自己躺在床上不能动 罗靖就紧紧抱着孩子 一晚上都不敢睡觉 每当孩子哭了的时候 罗靖就十分紧张 猜测是不是孩子的尿布湿了 于是就急忙打开查看 发现没有之后就赶忙裹起来 一会儿孩子又哭了 就又开始紧张兮兮 回到家之后 虽然罗靖的工作很忙 但是只要有一天休息的时间 她就会回家 一大早起来就去抱孩子 让唐嫣睡个好觉 有这样一个好老公 唐嫣怎么会不幸福呢 了解唐嫣的网友应该都知道 她其实很少公开家庭生活 晒女儿就更不用多说了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因此在儿童节这天看到 每堂高调晒出女儿的萌照时 粉丝们都非常高兴 久违出镜的小小唐着实长大了不少 已经二岁多的小女子梳着可爱的双丸子头 她穿着红装 踩着粉色拖鞋正在玩平衡车 整体看上去既可爱又喜庆 而且哪怕没有露出正脸 但小小唐软软诺诺的小背影 还是惹眼的不行 在去年六一节的时候 唐嫣就曾首次晒出和女儿的铜矿照 并发闻住全天下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不过当天罗靖立马就拆老婆的台 她打去写道 快乐啥呀 大六一的还被她妈妈安排去上课 一点也不快乐 而从罗靖当时的发文也能看出 唐嫣对女儿十分严格 才一岁多一点就给女儿报课程 完美诠释了学习从小抓起 唐嫣除了这两次晒出女儿的全身照外 还晒出过女儿的小手特写 那会儿唐嫣的新剧刚上线 小小唐十分上当 直接在妈妈的截屏上比了个OK手势 十足的小棉袄 除此意外 有八卦媒体早前还拍到过唐嫣和爸爸接女儿放学的画面 唐嫣和罗靖一直把女儿小唐保护得很好 自从女儿出生后都很低调 从不拿孩子炒作来增加自己的热度 所以像这样拍到小唐的正脸的机会确实很少见 当时的小小唐戴着帽子和口罩 但可可爱爱的走路姿势还是蒙翻众人 而且唐嫣在画面中 全程眼神不离女儿 慕爱爆棚 而小小唐也很有礼貌 外公抱着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还不忘和老师回首说拜拜 这个样子真是太猛了 不得不说唐嫣把女儿培养得非常好 此次露面也是女儿首次正面罩被曝光 小女儿脸上嘟嘟肉的看起来非常想要捏一下 漂亮的脸蛋也像极了妈妈本人 相信以后也是一位大美女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